存折的密碼你都寄在哪裡呢? 台東線路也像一位黃姓老翁 他把密碼就寫在存折上 被九友發現之後居然偷走存折 而且把錢給提空了 這個老翁是要提領靜老 今天的時候才發現裡面沒有錢了 畫面上這名頭戴白色安全帽 身穿紅色上衣的男子 正在郵局盜領一名黃姓老翁的帳戶 瑞園派出所接到一名報案電話 說他的戶頭被領光 警方調閱了監視器 經過兩天發現兩名可乙男子 經過黃姓老翁指認 原來是他熟識的九友 老翁對警方說 本身自己記性不好 於是將密碼寫在存折上 在某一次的聚會裡喝醉 才讓這兩名男子有了偷竊的想法 警方表示 這兩名男子依竊到罪移送法辦 也呼籲民眾將這次的案件引引為戒 不要再將密碼寫在存折上 讓竊賊方便盜領 記者 蔡丞翰 關山鎮報導